黑神王悟空到底要不要开真生成 这取决于你是什么类型的玩家 如果是看画面的玩家那就开 他可以把30多帧的画面补到60帧 那才叫爽 但如果你是注重操作的玩家 对延迟特别敏感就别开 因为原生的70帧玩起来更爽 我现在已经从一名画面档 转直成为一名帧数档 我的响卡是4080 开始开的是4K分辨率 全影视级 超高光追 DLSS开性能 开真生成能有70帧的成绩 不论是画面还是帧率 我都很满意 如果不开真生成 只能是41到45帧 这么一对比心里美滋滋的 可是我越玩越觉得不对劲 主要是手感不对 感觉软绵绵的 粘腻 不利索 不干脆 实质 拖大 像在水里战斗 于是我就改 现在我已经改成 开的还是4K分辨率 关闭了光追 DLSS开的是质量档 真生成关闭 全局光照和阴影 设置的是高 其他都是影视级 这样能跑到小80帧的成绩 如果开了真生成能到一百零几帧 那么一个真生成70多帧 和一个原生70多帧 手感完全是两个层性 很明显 原生的70多帧 打起来爽快多了 干净利落 不脱泥带水 如果以后有场景 帧率掉到70帧以下 我会再把阴影和全局光照 调到中 总而言之 这个原生分辨率 不能低于70就对了 这才叫大游戏 你们看4080响卡 竟然不敢开全景光追 会不会让3D4070太取教呢 为了稳定的帧率 这也是没办法的 毕竟这个游戏 即便是大哥4090来了 也得将画质 大哥都低头了 2D还能怎么样呢 最后说说里面的缘由 真生成俗称补帧 原始帧率如果是40帧 补帧到70帧 多出的这30帧是假帧 它是基于原始的40帧算出来的 这么一看 真生成貌似是个好东西 但是在黑神化悟空面前 就不一定了 因为黑神化悟空 是个动作RPG游戏 Boss战特别多 如果平时跑图打小妖 这个算RPG 但如果你在打Boss 那可就是个格斗游戏 十分考验操作的 和街霸 KOF拳皇没什么不同 对帧率和稳定性要求高多了 还有就是跑图的时候 原始40多帧 补帧到60多帧 这个状态 如果去打Boss 一定会出现low帧 也就是卡一下 这个low帧 原始帧 可能会变成20多帧 就算这时候有补帧 也是基于这20帧去补的 本来想卡性能不够 才出现的low帧 这时候想卡还得去计算补帧 这不是雪中送炭 而是雪上加霜了 如果原始帧率能到60帧 打Boss的时候出现low帧 可能是40帧 其实这也是挺难受的 所以我采取的方法是 原始帧率平时得到80帧 low帧的时候到60帧 这才能接受 说到这儿 重点已经讲完了 这是我做这个视频的核心 很多人以为 显卡的真生成功能是雪中送炭 实际上是锦上添花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至少说在黑神王悟空 这个游戏里是这样的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